出產非常多厲害的人的實驗室 我也受到黃老師很多的照顧 所以我舅舅也還蠻期待這場議程的 就讓我們一起開始聆聽吧 謝謝大家 大家好 今天我的講題是Craigs++ 它其實是一個framework 就是Exploid Generation的framework 然後它使用的方法是 叫Dynamic Symbolic Execution 的方法 好 我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的ID是這個 你可以用你喜歡的方式去念 我現在在群慧科技任職 然後今年6月的時候 剛從較大的軟體品質實驗室畢業 2019 年的時候 我有在SIGCON 講過一個 如何撰寫你自己的X4 一台零 Window Manager 然後今天在HITCON 2022 很開心可以跟大家分享 這個Exploid Generation的講題 好 那我再介紹一下我們實驗室 我們實驗室的教授 教房是坤教授 然後現在實驗室有兩位博士班學生 跟12位碩士班學生 然後我們實驗室主要是 就是Focus在Farcing跟Exploid Generation 這兩個研究主題上面 那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就是我們實驗室做的Exploid Generation 好 在開始之前跟大家稍微小小聲明一下 就是Craigs++它是 並不是我一個人的成果 我是用了 目前是用了Craigs跟LAEG 這兩個 Automatic Exploid Generation Research的 的idea 好 首先是Introduction 的部分 那假設今天有一個server上面運行的一個Vulnerable Process 運行了一個Vulnerable Process 然後今天駭客送了一個Bug Triggering Input 過去 那最常見的情況就是 它會發生一個Segmentation Vault 然後就Crash了 好 那今天假設駭客送的不只是一個Bug Triggering Input 而是一個精心構造的一個Exploid 過去 然後導致那個Vulnerable Process 它執行了Execv Ve 並了sh 把自己Execv成一個show 然後把它彈回來 那駭客就能夠控制這台Server了 好 那今天的講題就是說 這個Malicious Input 也就是Exploid 是否能夠被自動生成出來呢 好 那我們先定義一下Exploid這個詞是什麼意思 作為動詞的話意思就是說 我們去利用一個軟體裡面的一個弱點 那作為名詞的話就是 傳統上的意義就是它是一塊Data 然後這塊Data被位進那個Vulnerable Binary之後 它就會去利用裡面的弱點 來get shell這樣 那Exploid這個名詞其實 Exploid這個名詞其實有一點 意思有一點多啦 那它也可以被當作就是一個program 或是一個script的形式 那為了區分這樣這麼多意思 那所以我們如果它是script的形式存在的話 我們就明確地指稱它叫做Exploid script 那Exploid的結果是什麼 就可能導致arbitrary code execution authentication bypass 或是提權之類的 那我這邊列了五個比較知名的過去的AEG research給大家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我就只會挑部分的column出來講 那看到紅色的這兩個column 一個是Cracks 2014 這是我們先是在2014年做的一個AEG 然後另外是LAEG 是2021年由台大標審他們做的一個AEG 在2014年我們先是做了一個AEG叫做Cracks 然後它的全名叫做Software Crash Analysis for Automatic Exploid Generation 那它的scalability可以做到 為Microsoft Office甚至Mplayer這種大型的程式 可以自動化地伸出他們的Exploid 那前提是所有的protection都要被關閉 然後會用return to stack 或是打format string 也可能是打簡單的heap的方式 來伸出Exploid 然後當時Cracks他們使用的平台 還是在S2E1.多這個版本 然後方法跟我現在用的一樣 也是Selective Symbolic Execution 然後接下來是LAEG LAEG是台大NS Lab在去年做的一個AEG 然後顧名思義 它的全名叫做Leak Based AEG 顧名思義它就是專門在打Information Leak 這類型漏洞的一個AEG 然後他們有成功打出Deafcon的Speed Run City of Speed Run的題目 然後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 它可以運用Information Leak 來Bypass ASL R NX PIE Canary 這四種保護 然後他們使用的Framework 是麒麟Framework 然後他們在上面自己寫了一個 輕量化的Dynamic Taint Engine 並且再搭配他們自己提出的一個方法 叫做IoState Analysis 來最終生成Bypass Protection Exploit 接下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要怎麼做一個自己的AEG 那我先大概講一下整個AEG跑起來的流程 大概是什麼 那整體的流程大概就是像這樣 最外面這邊大家可以看到有一個框框 然後外面寫一個Host 然後裡面還有一個Guest 那我這邊要表達的意思就是說 今天我們通常會把一個Vulnerable Binary 然後搭配一個BIOS Input 把他們位進一個Guest 一個獨立的環境裡面運行 那在裡面執行的時候 這個PoC Input就會決定出 這個Vulnerable Binary的一條特定的路徑 然後它就會沿著那個路徑這樣執行 那當執行到發生 RIP變成符號的話 也就是說可以被使用者的 Input 所控制的時候 我們就會進一步的去做 Crash Analysis 跟 Exploit Generation 那它的 Output 就會在我們的 Host 上面伸出一份 Exploit這樣 那在寫之前我們需要先挑選一個好的工具 那這個好的工具就是其實就是一個 你需要一個 Dynamic Binary Analysis Platform 然後這個平台它最好要符合要提供這五個功能 首先第一個就是它要提供一些 Low Level 的 API 讓你可以去自由的讀寫Guest裡面的 Registers 跟 Memory 然後第二個是 Virtual Memory Map 這個我在打 Pong 的人 應該馬上就知道我在說什麼了 就是像這樣 就像 Pong DBG 裡面就有一個 有一個 Command 的就叫 VM Map 那這邊的話 就是你這個平台最好就是要提供一個這樣的 Data Structure 來保存你這個 Vulnerable Process 它裡面它的 Address Space 裡面的每一個 Map Region 的 Start Address 然後 End Address 還有 Permission 還有 Module 這樣 然後再來是第三個 Runtime Instrumentation 做這件事情有兩種方法 第一種是用 Intel Pin 來達到 Runtime Instrumentation 那第二種是走麒麟 Framework 的 Style 就是使用 Instruction 或 Syshook 那這是什麼意思 意思就是說 比如說 Instruction Hook 就是在每一道 Instruction 執行之前或是之後 都可以讓你插你額外的 Function 進去 那插這些 Function 可以幹嘛 就是可以去讀寫 Guest Register 跟 Memory 讓你去收集一些 額外的資訊 就像你在打 Pong 的時候 你也是會用 GDP 去看 Guest 的 Register 跟 Memory 嘛 就是一樣的道理 這邊只是自動化 那你做 Runtime Instrumentation 可以在 Instruction Level 也可以在 System Code Level 去做 然後第四個是支援 Symbolic execution 那這個不一定要 Symbolic execution 你也可以換成別的 Binary Analysis 的方法 那這邊我是用 Symbolic execution 為例 然後第五個是我覺得最重要的 就是它在 Handle System Code 一定要很可靠 那為什麼會這麼說 因為這邊我把我 把一些我 Survey 過的一些工具列給大家 然後我一開始其實我是用 Triton 就是中間的這個我是用 Triton 然後後來我用到一半才發現它其實不支援 System Code Emulation 它只是一個單純的 Symbolic execution 的平台 那如果你要做 System Code 的話 就是你要自己額外模擬 所以後來我就 Resort to 麒麟 Framework 然後麒麟的話它是用 Python 3 寫的 所以擴充性很好 但是它的小缺點就是 它也是有少部分的 System Code 沒辦法模擬 那我又試著把麒麟跟 Triton 這兩個工具 兜在一起過 然後同步它們兩個的 CPU Context 跟 Address Space 那後來結果發現是有一點 Buggy 的 所以最後我就再轉到 S2E 這個平台上面 那 S2E 這個平台它底下是用 是兜了兩個 Component 一個是 QMU 跑在 KVM Mode 上面 然後另外一個是 CLEE 那 QMU 負責的部分就是做 Concrete Execution 然後 CLEE 是負責做 Symbolic Execution 那它在 System Code Emulation 的支援方面就是完整的 因為 S2E 其實裡面就是跑一個完整的 VM 然後那個 VM 的 Kernel 有稍微被小修改過 它會把一些系統呼叫的事件把它傳到外面 Host 就是傳到 S2E 這邊 對 然後因為它是 它並不是自己模擬的 它就是用 QMU 跑在 KVM Mode 上面去跑 所以這邊其實是 Virtualization 而不是 Emulation 接下來我講一下 Symbolic Execution 是什麼 從維基百科上面我們可以看到 Symbolic Execution 它是一個軟體測試的方法 然後這個軟體測試的方法可以幫助我們了解 一個程式它的 Input 長什麼樣子的時候 會造成那個程式的哪些部分被執行到 我們可以來看一個例子 以左邊這個例子來說 這邊有一個 Function 叫做 Func 然後它的 Input 就是一個 Anti-Y 我們想要了解說 這個 Y 它的值是在怎麼樣的時候 會導致這個 Function 的執行結果不一樣 一開始我們就是把這個 Input 這個 Anti-Y 把它 Make Symbolic 然後接下來 跟這個 Y 有關的變數 我們都用數學上的符號來表達 來抽象地執行它 所以在第二行這邊 Y 乘以 2 之後 Assign 到 Z 所以 Z 其實我們就把它表示成 2Y 而不是單純的 Z 就是我們額外記錄一個 2Y 這樣 然後值得一提的是 這時候 Z 也會順便變成符號化了 它就變成說 Symbolic Bites 它是有一種會感染的這種性質 或是你也可以把它像成像是液體會流動這樣 在記憶體裡面這樣流來流去 那接下來程式執行到第四行的時候 這邊遇到一個 Branch 那 Branch 就是兩個結果嘛 不是 True 就是 False 那這邊先講 False 它 Symbolic Cution 它遇到一個 Branch 的時候 它就會 Fork 出兩個 State 一個是原本的 State 一個是另外一個 Branch 的 State 然後就會分別往兩邊往下探索 所以當今天第四行這個 Branch 不成立的時候 就是會走到 Fail 那如果成立的話又會遇到另外一個 Branch 就是 Y 小於 10 那這邊也是一樣 就是它又在 Fork State 一次 那 F 的話就會走到問號底線問號的 State 就結束了 但是如果這邊成立的話 就會彈出一個 Show 那 假設今天我們希望這個程式走到 BIN SH 那這時候我們就可以使用 Symbolic Cution 來幫我們求解說 我們剛剛的那個 Initial Input 那個 Y 它的值應該要是多少 才能夠讓我們走到這個 BIN SH 所以稍微整理一下 我們想要程式走的路徑是這條綠色的路徑 然後它會 然後我們剛剛所說的那一個條件 我們不是說什麼條件可以走到這個 Excusion State 彈一個 Show 出來嗎 剛剛那個條件我們就叫它路徑限制式 所以以這個例子來說 它路徑限制式就是 2Y 大於 12 並且 Y 小於 10 我們把這個路徑限制式也就是一個數學上的式子 把它丟給一個 SMT Solver 然後這個 Solver 就會再幫我們生出一個 它就會幫我們算出答案 然後給我們一個新的 Concrete Input 那下次我們把這個 Concrete Input 再位進這個程式執行的時候 那我們就可以走到我們剛才所想要的那一個 Execution State 了 那 Symbolic Execution 它 它簡單來說它就是把所有的 Symbolic Variables 都把它用數學上的符號來表達 然後有符號的去執行程式 那每遇到 Branch 我們就 Fork State 然後路徑限制式 那這樣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當間程式很大的時候 因為我們每遇到一個 Branch 都要 Fork 那當間程式很大的時候 我們就會遇到所謂的路徑爆炸問題 因為 Branch 每個 Branch 都是會分岔出兩條新的路 那所以它的路徑成長其實是 Exponential 的 那為了解決這樣的問題呢 所以就催生出 Dynamic Symbolic Execution 這樣的技術 那這個技術它有別的名稱 又叫做 Selective Symbolic Execution 或是叫 Concolic Execution 這些都是指一樣的東西 那它的概念就是我們一樣去蒐集路徑限制式 但是我們遇到 Branch 的時候 我們不要 Fork State 我們就探索一條路徑 一次探索一條路徑就好 那探索到底的時候 程式結束的時候 我們就一樣跟 Solver Query 出一個新的 Input 那這個新的 Input 你下次再喂回去的時候 它又會往更深的路徑 就是往你之前沒走過的 Branch 繼續走下去 所以變成說讓使用者可以去拿捏 Symbolic Execution 的 Progress 而不是像單純的 Symbolic Execution 那樣一次就暴力的幫你把全部的路徑都探索完 那這邊稍微小小的整理一下 Symbolic Execution 的 Property 就是 Symbolic Bytes 它是具有感染性的 假設今天 RDX 這個 Register 是 Symbolic 然後你執行了第二道這個指令 把 RDX 的內容 Move 到一個 Memory Location 裡面 那這個 Memory Location 裡面所包含的 Bytes 也會變成 Symbolic 然後第三道指令 你又把它再 Move 到其他一個 Register 假設叫 RCX 好了 那 RCX 這個 Register 現在也變成 Symbolic 了 就是它的感染性大概是這樣 所以今天當你的資料蓋到 RIP 的時候 就是發生 Symbolic RIP 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知道說有 Stack Buffer Overflow 發生 然後這時候我們就可以去做後續的 Exploit Generation 的動作 那 Symbolic Execution 它有一些用途 我這邊就是簡單列了兩個 當然還有其他的 但是我沒有列出來 第一個就是 Test Case Input Generation 那如果你稍微把它再多加一些陸進限制式 多加一些限制式進去的話 就可以變成 Exploit Generation 那這是什麼意思 待會會說 那現在就是要解釋剛剛留下來的那一個問題 那首先先大概講解一下流程 就是我們要在 Exploit Generation 裡面 我們要使用 Symbolic Execution Engine 來做 Exploit Generation 的話 就是流程大概是像這樣 我們先準備一個 Vulnerable Binary 跟它可以觸發到一個 Crash 的 Input 然後把它們位進 Symbolic execution Engine 去做模擬執行 那你的 Input 一開始要把它 Make Symbolic 所以在 Address Space 裡面 這個紅色這一塊就是代表 在 Guest Memory 裡面的 Symbolic Byte 然後隨著程式執行 它會一直不斷地 Propagate 可能會 Propagate 到 Register 然後又 Propagate 回 Guest Memory 這樣 這些我現在講的都是 Guest 都是在 Guest CPU Register 跟 Guest Memory 之間這樣流動 那當蓋到 RIP 的時候 就是發生 Symbolic RIP 那接下來要做什麼 接下來就是把我們剛剛所收集到的路徑限制式 跟我們額外自己 Cracks++生出來的 的斜迫限制式 Exploit限制式 去把它們 Merge 起來 Merge 完之後 再交給 Solver 算出一個新的 Input 這個新的 Input 就是我們的 Exploit 然後如果我們要做 Bypass Protection 的 Exploit 的話 就是需要再把它額外包成一個 Puntools 的 Exploit Script 那現在我們要來討論說 這個 Exploit Constraints 到底是什麼 路徑限制式剛剛解釋過的嘛 那現在就是 你路徑限制式 直接把它拿去為給 Solver 就是做 Test Case Generation 那你如果自己再額外 給它偷加 Exploit Constraint 它就會變成 Exploit Generation 就是這樣而已 那 Exploit Constraints 我們定義 基本上的定義就是這兩種 當然還有其他種 那我先講簡單的 就是 Register Constraint 跟 Memory Constraint 那以 Register Constraint 來說 來舉例 就是我們可以 Constraint RIP 這個 Register 要有這個 Cafe Babe Dead Beef 這個值 然後你就要給 Solver 去算 算出一個新的 Input 之後 你再把那個 Input 餵回去 那你下次你程式 Crash 的時候 你就會 你的 RIP 就會是你剛指定的那個值 那 Memory Constraint 的道理也是一樣 我們可以接下來把它延伸到 ROP 那這個例子是我們使用 Return to CSU 來呼叫 Libc 裡面的 System bin sh 然後這邊的話就是我們在一開始的 Return Address 我們就是下一個 Register Constraint RIP Constraint 然後把它 Constraint 為 Libc zsu init 加 86 的這邊 然後後面的話就是要下 Memory Constraint 就是相對於 RISP 加 8 加 16 這樣一直往後加 然後你就會看到後面就是一大串的 Memory Constraint 然後最後是 System libc 這樣 然後個別的 Constraint 其實底下就是用一顆 Symbolic Expression Binary Tree 來表達 那這樣的話 Internal Node 就是 Operator 然後 Leaf Node 就是 Operant 所以再複雜的這種 Expression都可以用一顆 Tree 來表達 那至於為什麼要這樣呢 待會後面會說 那我們可以再來看另外一個例子 一個更複雜一點的例子 假設今天我們想要 我們一開始的 Stack Buffer 的 Size 不夠 不夠放我們的整串 ROP Payload 那這時候我們就需要做 Stack Pivoting 那 Stack Pivoting 我們的做法是 我們在一開始發生 Stack Overflow 的地方 也就是下面紅色這個地方 我們就想辦法在這個小空間裡面 我們要盡可能的 塞一串 ROP Payload 然後這個 ROP Payload 會做什麼事情 他會幫我們把下一階段的 ROP Payload 寫到其他地方 寫到比如說 .bss 段 然後接下來就是把 RSP 遷移過去 所以這邊 右邊這邊有寫說 就是 Initial ROP Payload 會 以這邊的例子來說 我以 Read 為例子 當然還有支援其他的 比如說 Get S 也可以 那這邊就是 以 Read 來說 就是我們就 Read 然後把下一階段的 ROP Payload 寫到 BSS 這邊 那你下次你再從 Send Out Input 送一些東西進去 他就 Exploit Script 就會幫你 把你下一階段 ROP Payload 寫到 BSS 了 他 BSS 段這邊 ROP Payload 要幹嘛 就是準備後面做 Get Shell 的動作這樣 然後以這邊的例子來說 就是從 GOT 把 Libc 的位置 Derandomize 然後再 Return to Cisco 這樣 然後接下來再講一下 這邊我補充一下 就是像前面這邊有 舉例 Return to CSU 跟 Stack Friving 既然我們這邊有這些 Registered Constraint 跟 Memory Constraint 所以我們就可以把這些寫成一個公式 然後我是叫它 Technique 所以每一個 Technique 其實就會對應到一個 它自己的 ROP Payload Formula 然後我們在做 Crash Analysis 的時候 就稍微去小改 Formula 裡面的一些 幫它調一些參數就好 調成適用 Binary 的參數就好 所以這邊這些不同的打法都可以寫成一個 Technique 接下來要討論說不同的 Technique 我們有沒有辦法把它們串接在一起呢 那我的做法是這樣 那假設前面這邊一樣是先第一階段先做 Stack Pivoting 那後面你要串接各種 Technique 的時候 我就是會在各個 Technique 的中間 會插 Read 或是 Get As 那 Read 它 那這些目的是要做什麼 就是以現在我 Cursor 指的 Read 來說 它就是這邊這個 Read 的 Destination 我們要動態的把它精準的 動態且精準的把它算出來 然後要讓它剛好接在 Read 的 Payload 的後面 那這樣的話 當我們 RSP 之後把它射到 BSS 段的時候 它就會不斷的這樣往下的做 ROP 因為你這邊的 Payload 就全部都接在一起 你這個 Technique 2 的 ROP 做完之後 馬上就是又會 ROP 去做一個 Read 那這個 Read 它又會再把下一個 Technique 接在 Read 的 ROP 配合後面 然後又馬上再做 Technique 3 就是用這樣的方式去串接 然後目前的話有支援 Read 跟 Get As 那也許之後可以再換成更聰明的方式 或是再加更多的這些 比如說 F Get As 啊什麼的 就是可以再加 那目前就是做了 Read 跟 Get As 這樣 然後以這樣的方式去串 然後這邊稍微講一下 ROP Payload Builder 那 ROP Payload Builder 它的目的就是 就是假設使用者今天指定了一串 Technique 然後 ROP Payload Builder 的工作就是 根據這些 Technique 它們底下的 ROP Payload Formula 把它們串成一個最終版的 ROP Payload Formula 然後再交給 Solver 好 那我們的 ROP Payload Builder 它有兩個 Mode 第一個 Mode 是 Symbolic Mode Symbolic Mode 是用於 Stack Pivoting 發生之前 那這邊的話就是 對於 ROP Payload Formula 裡面的每一個 Expression 我們都把它抓出來 把它 Concretize 成一個常數之後 然後丟給 然後把它 either 是一個 做成一個 Registered Constraint 或是做成一個 Memory Constraint 然後把它加進現在的 Execution State 那等準備要 Stack Pivot 的時候 我們就需要 Get One Concrete Input 來要出一個 要出一個 一串 Concrete Bytes 那這邊底下的 Type 是 STD Vector U&T 8 好 那在沒有 Stack Pivot 發生的情況下 就是我們要出來這個 Concrete Bytes 就是最終的 Exploit 那如果今天我們的 我們還需要做 Stack Pivoting 的話 那這邊要出來的 Concrete Bytes 就是會幫我們做 Stack Pivoting 那後續的 Get Shell 的 ROP Payload 我們就變成還要再額外送 大概是這樣的概念 好 那 Direct Mode 就是 講說 我們剛剛不是說 如果你要做 Stack Pivoting 你後面的 ROP Payload 還要額外送嗎 那 Direct Mode 就是用在這個時候 今天我們會先伸出 一串 Stack Pivoting 的 Input 然後把它位進去之後 它後面就是會有 再 invoke Read 幫你 準備要去接你後面的 Second Stage ROP Payload 這樣 所以這個時候就需要用 Direct Mode 然後我們的 Exploit Script 後面還要再幫你 把後面的後續 ROP Payload 再送進去 好 那 Techniques 的部分 我們現在有寫了 這邊其實還少列了一個 因為我這邊原本是寫 ROP Techniques 然後因為動畫做好了 我這邊就沒有再修改 所以這邊其實還少一個 那我先講 ROP Techniques 有這些 有 Return to CSU 然後兩種 Stack Pivoting 跟從 GLT 把 Libus 1 的 Base Address Derandomize 出來 然後還有 Return to Cisco 跟 One Gadget 那舉例來說 如果我們今天使用者在 Config 裡面 指定了 Return to CSU 然後 Advanced Stack Pivoting GLT Libus 1 跟 Return to Cisco 這四個 Techniques 的話 那我剛剛有說 各個 Techniques 有一個他自己的 ROP Payload Formula 那他們會經過 ROP Payload Builder 的轉換 把他們 merge 成一個最終版的 ROP Payload Formula 然後加上剛才我們所收集到的路徑限制之後 交給 Solver 然後生出一個 Exploit 那這個 Exploit 就我再講一次 就是如果沒有做 Stack Pivoting 的話 那他就是最終的 Exploit 那如果要做 Stack Pivoting 的話 我們現在算出來的這個 請 Solver 算出來的這串 Exploit 他就只會幫我們做 Stack Pivoting 後面的 Exploit 還是要另外再送進去 但是這些都在我們的 Exploit Script 裡面 最終生出來的 Exploit Script 都會幫我們一次做到位 只是我要講說 就是講一點 Implementation Details 就是大概是這樣 那生出來之後我們還要再做一些 Post Processing 把它包成一個 Python 3 的 Exploit Script 然後裡面就是用 Punt Tools 跟 Target Process 做一些 IO 的互動 那接下來講 如何 Extend Cracks++ 那 Cracks++ 它的功能 就是你可以在 它的 Config File 裡面去做開關 那剛剛有提到 Techniques Techniques 總共有這麼多 剛剛還有漏了一個 Return to Stack 它其實是原版 Cracks 的核心方法 然後這邊在 Cracks++ 裡面 也有做向後兼容 那這邊你就可以自己去 這個順序是有會影響的 所以你要拼湊出一個合理的順序 然後把它列出來 那後面再把 Cracks++ 跑起來 它就會幫你伸出一個 按照你的意思去做 Exploit 的一個 Exploit Script 還有另外一個東西是 Modules Modules 它的運作方式 它的概念有點像是 Plug-in 只是 S2E 裡面已經有 Plug-in 這個東西 所以我只好取一個別的名字 才不會跟 S2E 裡面得有混淆 那 Modules 我們可以拿它來把 其他的 AEG Research 把它整合進 Cracks++ 那舉例來說 LAG 他們不是可以打 Information Leak 類型的漏洞嗎 那我們就是把 LAG 的方法寫成了一個 Modules 叫做 IO States 那 Cracks++ 自己也有一個 叫 Dynamic ROP 的方法 它就是在 S2E 裡面做 ROP 對 就是在 S2E 裡面做 ROP 一邊做 ROP 然後一邊加它的 Exploit Constraints 那這樣的話就跟你靜態的 深 Exploit 就會有很大的區別 因為你現在 Dynamic ROP 就有很大的潛力了 好 然後還有 Cracks 原本的方法 那這邊太細我就不細講 就是它還有一個叫 Code Selection Input Selection 的東西 然後目前只做了 Code Selection 這樣 那因為今天時間有限 所以我只能跟大家說 Modules 現在有這些東西 然後目前整合了 LAG 的方法 跟 Cracks 部分的方法 那如果想要知道他們的方法 你們再去看一下他們發的 Paper 這樣 好 那我最後再講 在 Summarize Modules 之前 我再大概提一下他們的功用是什麼 Io States 的話就是會在 在 Input States 跟 Output States 之前跟之後 去收集一些 而外的 Runtime Information 然後並且用這些 Runtime Information 來做出 能夠 能夠 leak 出東西的 Exploit Scripts 然後並且最後可以生出一個 Show 然後並且最後可以生出一個 Show 好 那 Dynamic RLP 的話就是在 S2E 裡面 直接在裡面做 RLP 然後你在裡面做 RLP 的話 你就相當於是你延伸了那個程式的執行 原本是在 是在你蓋掉那個 RAP 的時候 程式就 Crash 了 然後現在變成說你又 你發生 Crash 的時候 你又強制去改他的 RAP 讓他繼續按照你的意思 去模擬你在 Exploit 的那個過程 所以這個時候 在這個過程中 你就變成是你一邊在攻擊 然後一邊在記錄 Exploit Constraints 好 那 Code Selection 的話 簡單來說就是他會 嘗試幫你降低你的路徑限制式 因為有時候你限制式真的太複雜的話 你收拾了會解不出東西 會跑很久 然後永遠跑不完 那要怎麼寫一個 Module 呢 我們的 Project 放在 GitHub 上面 然後如果你去我們的 GitHub Repository 裡面的 Documentation 就可以看到 我有寫一個簡單的教學 然後有告訴你要怎麼寫一個 Module 那基本上就是你就寫一個 Class 然後你就照我給你的 Template 去科 你就寫一個 Class 然後你該繼承的東西 然後在這個裡面可以幹嘛 在這個裡面你可以去用 我提供給你們的 API 我都寫在 Quilix 加加裡面 所以你如果要在 Quilix 加加上面寫一個 Module 你就可以用一些我幫你們做好的基礎建設 比如說 Instruction 跟 Cisco Hooks 其實這個 S2E 裡面本來沒有提供的 這是我後來寫出來的 你就可以在 Instruction 前後 跟 System Code 結束前 跟 System Code 執行前 跟 System Code 完成後 去插一些 Code 然後還有 Memory 跟 Register 的 API 來這邊我重新包了一個 比較好用的版本 因為 S2E 裡面它 它用 C++ 式寫的 然後它 Overload 非常嚴重 所以你在 Trace Code 可能一開始會很不好 Trace 然後我這邊就是 幫大家包了一個好用的版本 然後還有 Virtual Memory Map Virtual Memory Map S2E 沒有提供 那我是應該說 S2E 提供了有 Bug 所以後來我自己又用 LVM 的 Interval Map 自己自幹了一個 然後當然功能有一點缺陷 就是目前還沒有做 Heap 但是其他的 Map Region 都可以 比如說 Stack 然後 BSS Text Data 那些都 OK 然後還有 Share Library 東西都會存進去 然後還有 Capstone Disassembler 的 API 還有 VM Snapshot 原本 S2E 沒有這個功能 就是我現在做了一個 可以讓你隨時隨地去 把現在的 Execution State 的整個 Context 保存下來 那這個意思就是其實就相當於 你去對一個 VM 做 Snapshot 這樣 只是現在都是 Programmatically 那你也可以自己寫一個自己的 Module 然後去 Override 掉原本預設的 Exploit Generator 因為不同的 AEG Research 他們的 Exploit Generator 的行為 可能多多少少會不一樣 那這個時候你就需要寫一個自己的 Module 去 Override 掉我們預設的 Exploit Generator 那小解一下 就是我們 Craigs++大概寫了 8000行 然後是用 C++ 17 去寫的 然後基於 S2E 2.0 然後目前舊版的 Craigs 他只有支援 32 位的執行檔 但是舊版的還有支援 32 位的 Linux Elf 跟 PE Windows 的 PE 那我們新版的 Craigs++ 因為目前剛起步 所以目前只有支援 X8664 的 Linux Elf 然後 Exploitation Techniques 就是大概剛講的這些 剛講的這些 然後也有把之前 Econ 2017 David 942 就是大大做的 One Gadget 我們有把它寫成一個 Technique 然後 Modules 的話就是剛說的 你想要整合其他的 AEG Work 你就寫個 Modules 這樣 那必要的時候你也可以寫增加 Technique 最後 Conclusion 的部分 這是我們的 Evaluation Evaluation 的話我們有拿了一些 CTF 的題目 就是上面紅色框框標記的地方拿來測 然後有一些是保護全開的有 然後也有各種保護的 大部分的都是只有開 ASLR 跟 NX 然後 CVE 的部分 因為我們做 X64 然後再處理 大部分的 CVE 在 X64 上面都會遇到 String Compare 不是 String Compare String Copy 那這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你在 Copy Return Address 的時候 你會碰到一些 Norbytes 導致你的 你的那個 你沒有辦法 Call 一個完整的 ROP Payload 進去 因為 ROP Payload 中間一定會包含一堆 Address 那 Address 在 X64 你也知道 就是會有 裡面一定會有包含 Norbytes 所以這邊 CVE 大部分 就是 都是把 一樣在 X64 上面 但是我們關閉 ASLR 跟 NX 然後 DNS Mask 可是 一個少數的特例 就是 它沒有剛剛所說的問題 所以 ASLR 跟 NX 開啟 也可以用 ROP 的方式去 exploit 出來 加速一下 那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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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大家看一個例子 就是 有一個 CTF 小程式 然後 這邊只有 ASLR 跟 NX 同時開啟 然後 並且我們只能蓋到 Save RBP 跟 Return Address 然後這可以打出來 好 另外是 poundable.tw上面的 unexploitable 然後 它沒有 Syscode 的這個 Gadget 然後也是只有開 ASLR 跟 NX 然後 在結束之前 它還會幫你 把 我還會把你的 payload reverse 一下 用 STD reverse 把它 reverse 一下 然後 用我們的 AEG 可以在 15 秒內 解出來 好 那這邊看一個保護全開的例子 就是保護全開 然後只有 Fortify 沒開 然後 Information Leak 的部分 有兩次機會 會用 用 PaaS 直接暴力的把 我們的 buffer 上面的東西印出來 那這邊用 LAG 的方法 我們可以 就把該 leak的東西 leak出來 比如說 Canary 然後 Elf 本身的 Base Address 可以把它 leak出來 然後這最後 大概花 80 秒的時間可以解完 然後 DNS Mask 的話 我們的做法是 在 SR 跟 NX 同時開啟的情況下 我們去 Exploit DB 上面 抓一個 POC 下來 然後那個 POC Script 它會幫我們 生出一個 DHCP V6 的 packet 然後我們把它寫到一個 file 那我們就把這個 packet 當作一個 POC 未進 Cracks 加加 然後 Cracks 加加 就會幫我們 把它變成一個 ROP Exploit Script 好 快結束 Future Worker 接下來 Stack Pivoting 也許可以支援多次的 Stack Pivoting 目前只有支援一次 然後 Dynamic ROP 其實還可以往下繼續做 比如說 Partial Override Return Address 還有 Symbolic Pointers 跟 Heap Exploitation Heap Exploitation 我稍微提一下 就是我們目前 Cracks 加加 只會深入地探索 Cracking Path 在 Heap 的問題裡面 常常你要打一個 Heap 的題目 它不一定只是在 Cracking Path 裡面 你可能還要去繞一些 其他相鄰的執行路徑 這些執行路徑就叫 Diverging Path Reverry 這篇 AEG 的研究 他們是用 Fasting 的方式去探索這些 Diverging Path 這個部分就看你要用 Symbolic Execution 還是用 Fasting 其實都 我想其實都 OK 都可以試試看 最後我要謝謝我的指導教授 黃世坤教授 還有 Belsen 的小旭君老師 然後還有 Belsen 的 How to Hack 跟所有原版 Cracks 的開發者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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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講師 然後我們在 Sladdle上面有三個問題 可能麻煩講師回答一下 首先是想問講師是怎麼判斷 什麼時候可以使用 Cracks 之類的東西 來協助你去打一個有漏洞的 Binary 之類的事情 目前 Cracks 加加還沒有辦法支援到那些太複雜的類型的漏洞 目前就是如果你發現有某一個地方 有很明顯的 Stack Overflow 的時候 那你就可以使用 Cracks 加加下去跑跑看 然後你可能會想說那這樣有什麼用 現在大部分的漏洞的類型都是 可能都是 Heap 的 Stack 的已經很少了 因為我們有一個 Technique 叫做 Advanced Stack Pivoting 然後剛剛大家也有看到就是在特定的情況下 如果你剛好只能蓋到 Return Address 跟 Saved Rbp 那在這種有一些特定的情況條件滿足下 有你就可以使用 Cracks 加加去試試看 那那個特定的條件就是 就是你的程式要有 Read 的 Code Site 你就可以去試試看 好 然後接下來兩個問題 我把它並在一起問好了 就是想問目前這個工具在實戰上面的效果是如何 然後有什麼實際的案例 或者是有找到什麼實際的漏洞這樣子 好 我可以實際 Demo 一次 那我先簡單講一下就是 這個 Cracks 加加它沒有辦法主動的尋找漏洞 尋找漏洞需要你用人工去找 或是用 Symbol Execution 去找 或是用 Fasting 去找都可以 你要先有一個 POC 再餵進去 那我這邊就 Demo 我這邊就 Demo 剛剛說的 DNS Mask 好了 先把它放大 那執行的時間可能會有一點久 但是我可以跑一下 沒關係 沒關係 你也還有一分鐘 好 OK OK 那反正就是 就是你就讓它跑 然後你就會看到 它 Guest 裡面執行的 System Code 都被印出來了 好 那 就是這個大概要跑個 140 秒 所以我這邊先把它結束 那等它跑完的時候 你會看到 你會看到像是這樣的東西 你就會看到它開始 去 Constraint 去下一些 exploit Constraints 然後這樣 Constraint 最後跟你說 產生了一個 exploit Script 這樣 結束 好 然後接下來就是 DNS Mask 的 Server 我們就把它跑起來 好 那跑起來之後呢 這邊就可以 把我們剛剛生出來的 exploit Script 跑起來 好 那到這個時候 它就會在 Server Side 這邊已經 已經 EXEC 成一個 bin SH 了 那這時候你可以再 另外用 NCAT 開一個 這樣 這樣 然後 這邊可以 它掛了 大家知道我意思 就是 你可以用 NCAT 然後再把它建立一個 reverse show 彈回來 那你下面這邊 你就會跳出另外一個 connection 然後就變成真正的 reverse TCP show 大概是這個意思 那在 DNS Mask 裡面是 應該是 reverse UDP 那用起來大概是長這樣 那現場的觀眾有什麼想要提問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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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我剛剛 因為我們是使用 S2E 做 Selective Symbol Execution 那 Selective Symbol Execution 其實在 S2E 裡面它預設的方法是 一樣就是一般的 Symbol Execution 它會探索全部的路徑 只是它會 設一個優先度 預設的行為是會設一個優先度 就是 符合你的 POC input 的路徑優先探索 探索完再去探索其他的 side path 這樣 那我們的 Craigs++ 有把這個行為 disable 掉 就是我們就這中間真的是嚴格的完全不 fork state 就 只深入的探索這個 question pass 這樣 那我們整合 lag 的方法之後 就是在必要的時候才 fork state 比如說在 canary check 的時候 我們需要 fork state 讓它幫我們 伸出那個 canary constraint 這樣 不好意思 因為時間關係 那就是現場 最後一個問題 麻煩你大聲一點 你們有整合很多 technique 像是 Stake PV 或是可能 Leak Lever C 那它之後變成是一個 ROP 的 constraint 那就是 那 constrain 它應該是有很多個 ROP 的 gadget 組成 那就是在選擇這些 gadget 的時候是 怎麼去湊成這個 constrain 我們是使用 ROP gadget 這個工具下去先去爬有沒有適合的 gadgets 然後有適合的 gadget 的話 我們就會嘗試用我們的寫的一些 formula 那就是用我們的 recipe 去把它拼湊出一個 可以進行這種攻擊方式的一個 ROP 圈這樣 我們是用這個方式 那如果在就是可以立刻 Leak Lever C 以後 你們會去考慮用 Leak Lever C 來串 ROP 嗎 會 會 我們的 technique 就是 在 Leak Lever C 我們會有記錄說就是 Lever C 是否已經 Leak 出來 那如果有 Leak 出來的話 我們就是會 會像你說的那樣 就是直接用 Leak Lever C 裡面的 gadget 還有第二個問題是 就假設現在你們有參考 AFL++ 那其實它會有很多 crash 的 input 那你們會考慮 就是 因為這些 crash input 你不一定知道成因 對 那就是有辦法說就是 把這些 crash input 當成是 POC 的 input 然後我們去知道說 哪些是 stack overflow 哪些是 heap overflow 然後才決定說要不要寫 exploit 我們現在還沒有這樣做耶 好 對 就是理想上是要這樣 就是 也許之後我們可以把它做成這樣 好 謝謝 謝謝 好 那我們就再次掌聲 謝謝辛苦的講師 然後也謝謝大家參與這場議程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